生命是很可贵的 但是第三类 假如你不了解道理 又没有老师教你的话 悲伤的念头会让你进入忧郁症 最后自杀 最后你就了断自己 这是很没有智慧的做法 第四类 宁静的念头 也不要刻意去执着它 好 我现在回答一个问题 师父 过去现在未来不可得 为什么现在也不可得呢 很好 这个问题很好 过去的东西就过去了 比如说今天是9号 8号 八八节 就已经过去了嘛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们昨天可能有很多人买礼物给爸爸姐 对不对 给爸爸 感谢爸爸 很好 可是爸爸姐已经过去了 过去了就过去了 明天呢 10号还没有 对不对 那现在呢 你说现在是8点半 待会再个半个小时就9点了 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钟都过去了 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去了 所以现在的东西其实每一秒都在变 所以现在的东西你也抓不到 但是禅宗也有一个话 把握当下是说 把你的念头放在当下这一念 很清清楚楚去努力 比方说今天是我该讲经 我怎么跟你讲绕跑吧 对不对 我该讲经我还是要努力的讲经嘛 对不对 你们欢喜来听经还是来啊 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做有欢喜心做你要做的事情 所以你就努力的去做 做完了就把它放下 所以回答这位联友 什么叫现在不可得 注意听要正确理解 就事情来的时候 你就很认真的去处理 事情处理完了 你就把它放下 所以叫现在心不可得 假如现在心可得的话 那我讲你会很痛苦 为什么 老板骂你一句啊 你会气三天 甚至七天 你甚至还会跟他顶嘴 老板才骂你一分钟而已啊 你要气七天啊 那不是你很笨吗 对不对 所以现在心也是不可得的 所以佛法讲 般若波罗蜜跟心经啊 其实老实跟你讲 很多道场都有送心经 我也知道 很多佛学班为了小朋友念心经 其实般若波罗蜜心经 是最深最深的 我很少为别人讲心经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佛教的高级班 不是不可以讲 你必须要像菩提之良论一样 讲发菩提心 三种慈悲 六度波罗蜜 然后十大愿 或十波罗蜜 讲止观 最后再跟你讲 了不可得 你才会听得懂 假如一开始就跟你讲 了不可得 天也空 地也空 山也空 水也空 什么都空空 那空空的话你干嘛来归一三宝 空空的话干嘛来做义工 所以很多人就会入断灭 那空的话我干嘛要做功德 那既然空的话 那我干嘛要成佛呢 将会变成断灭 所以波罗蜜多心经 是很深很深的 所以请看 第四类 95页 第八行 第四类注意听 摩合言论 就是波罗蜜经的论里面就讲 连禅法也不可以执着 也就是说你禅定的喜悦 也不可以执着 为什么呢 假如你便执着着一禅 二禅三禅 一直到飞响飞飞响触天的时候 你会太喜欢禅定 你觉得这世间所有的东西 都会像禅一样快乐 你都不会想出地 这时候 你就不会发菩提心度众生 因为你觉得外面太苦了 我每天打坐很欢喜 我的心真的很宁静 你叫我度众生 不用了 这样最后会入断灭 便证深闻果或圆绝 这样最后不会证无上的佛果 所以佛就会说 连禅定的执着 你也不可以执着 禅定的快乐 你也不可以执着 所以对于细微的念头 你要很清楚 接下来第六类 清静的念头 透过现在前面讲 恶念 善念 悲伤的念 宁静的念 能所对立的念 最后才叫做清静的念 pure thought 或叫做purity 就完全的清静 这时候因为超越了能所的对立 你会觉得外面的东西 真的像梦一样 是一个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 像透明的一样 像很清楚 很柔软 所以为什么我刚开始一教你做禅观 说坐在莲花里 观想你的身体 跟这个身体 跟莲花 像彩虹一般 是透明的 没有真实存在 这个就是直接跟清静的念头 乃至于跟般若的空观 是相应的 最后你的心 自自然然 就会进入清静的念头 好 我们做一个小的结论 小的结论里面 我要说明什么叫不执着 来 法师帮我一下 那盆水 这个问题我上次讲过 因为我讲给我学生听 看这里 很多华人认为什么叫不执着 法师帮我断一下 有人就会问 师父问你 你今天要不要来诵经啊 随缘啦 不执着啦 其实你心里是这样 No I don't want to go 其实你误会了执着的意思 佛经理讲不执着 是注意听 看这里 看过来再看一次 你看我的手 这样捧一把水 对不对 我手指一打开 手就留下了 再看一遍 我手 捧个水 对不对 我手指一放开 水流下来 这个才叫不执着 好 谢谢 请问 我问你 我的手 有没有捧到水 最后一天 你们不敢讲话啦 不讲话了 不可以回家 请问 我的手 捧水的时候 有没有捧到水 有没有 你们眼睛没有问题吧 没有色盲 确定啊 对不对 好 我捧起来的时候 有没有水 的确有水 好 我手指一打开的时候 水就流下去了 请问我手掌里 还有没有水 对 这就叫缘起信空啊 所以不执着是指 他的心会经过一切的境界 不执着不是什么都没有 我说过 不执着 华人常常理解的说 不执着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 那叫断灭 知道吗 我的手真正有捧到水啊 可是呢 当我手掌一打开 它流入细缝 听好 水从我的手指流下去 掉下去 所以 这个才叫不执着 所以不执着的意思是 你经过一切的境界 可是你心中却不会执着 所以看幻灯片 我们中国人理解 所谓不执着就是没有 答案错 空不是这个意思 空假如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诸佛菩萨就进入断灭了 也没有大悲心 也没有大智慧 也没有大愿力 什么东西是空的呢 假如一理解 不执着是空的话 我告诉你 石头跟柱子永远是空的 但答案不是 你有没有看过柱子会站起来走啊 没有啊 因为它没有脚 为什么它没有脚 因为它没有意识 可是我们人 你看法会结束的时候 大家可以往外走 为什么 你有念头 你有没有试过 假如老菩萨中风 我要走 哎呦糟糕 师父我用手不能动 对 可是手不听你使唤了 你很想动 可是你的手不能动 所以讲不要执着的意思是 是讲一切没有实体 你刚才那个水 你造不到有一个硬邦邦的实体 它不像这样 你看 硬邦邦的东西 水它流过我的手指的时候 它就流过了 所以禅中有一句话常常讲 百花从里过 遍野不沾身 意思就是这样 我在花园里 走过很多很多的花 对不对 一般你们看到花会怎么样 啊好漂亮啊 没有人看到 都在一朵花吧 你看你起了贪心的 你想把花称为己有 可是你看到花的时候 很美 对不对 可是假如花有很多 比如说早上花 早上的花都有露水 或是玫瑰花有刺 假如你经过花园里面 走出来 你会发觉什么 你的师父衣服已经失掉了 所以禅中讲不要执着 是什么 我今天去看花 我欣赏花 但是我不会执着 把花占为己有 甚至我走过去的时候 衣服也不会沾到露水 这叫做遍野不沾身 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不执着 所以从这里呢 注意听 我做一个小小总结 我怕老菩萨听了 猛茶茶的 所以什么叫做不执着呢 就记个例 就是清清楚楚 比如你切菜的时候 你就很清楚 切菜 假如你忘念的话 一切 哎呀 就切到手指了 那就执着了 执着什么 你的念头掉了 对不对 不执着的是说 我每天很认真的去切菜 切完菜 我煮完饭了以后 嘿 就突然这样 哈 我做一件事情做完了 就像那样的感觉 那个叫做不执着 你从早到晚 有很多很多的家事 做完以后 你又没有感觉 突然一下 我坐在沙发上 然后老公问你说 老婆你还好吗 很好啊 我很快乐 因为我终于做完了 就像那一刹那 解脱的感觉 那个才叫做 清净的不执着 比如说老公呢 很用功的赚钱 要交小孩的学费 要交房租 要交车子 税费 要交很多很多的钱 很用功 很工用功 然后到了一个月月底的时候 我终于把今天 这个月要交的事情 全部讲完了 那一刹那突然你觉得 完全没有负担的感觉 那个叫做什么 不执着 可是不是叫你不去工作 了解吗 也不是叫你老太太 就是说不要去煮饭 那没有工作 没有煮饭的话 那是没有责任心啊 人都没有责任心的话 那更不可能成佛啊 好 再看幻灯片 所以真正的不执着 是指讲没有实体 没有实体的概念 都没有 所以以现代化来讲 注意听 经历过心 经历过一切的人事物境界的万法 可是心中却不执着心中 一切人事物万法的概念 这有点深 我待会举例子 再讲一遍 心经过了一切的万法 这个万法就是什么 人事物 就是心中呢 却不执着那个万法的概念 这个叫做不执着 举一个例子 怎么样判断自己有没有执着呢 比如早上你啊 看到一样东西很美 你去shopping mall 举个例子 去city hole好了 你今天呢 陪家人去看 然后你突然看到 有个漂亮的手表 我真的很想要 你看你就动了念头 然后呢 你事实上看自己手上 我手上已经有个旧手表 然后再看看那个价钱呢 算一算 哎呀 买了那个呢 这个月就不用吃饭了 可是你心里真的很想要 结果你回到家里呢 就做梦了 梦到什么 哎呀 我生日到了 有人送给我那个 很漂亮的那个手表 所以你在梦中就很高兴的 跳起舞来了 可是梦一醒的时候 哎 糟糕 根本没有那个手表 那表示说你执着了 执着什么呢 那个东西啊 已经反射到 进入到你脑筋里面 有一个概念 真正没有执着呢 就是去看 看完以后你会觉得 人吗 知足一点吗 我这个手表就好了吗 对不对 还可以用啊 那么好的手表 算了吧 以后再说吧 你就走了 走了以后 你心里不会一直想那个手表 注意听 假如你心里 一直想那个手表 那个就叫做执着 执着 这样懂吧 你们到底有听懂没听懂啊 我讲得这么认真啊 所以要听清楚 什么叫做执着 什么叫不执着 我再讲一遍 就是刚才你看到那个手表以后 你回去一直想那个手表 不管你有没有买 一直想要想 你甚至想 好 我要选用功一下 赚三个月的钱 不要告诉老婆 我一定要偷偷的把她买回来 后来呢 下了一个月以后呢 三个月呢 你买回来 那老婆就 奇怪我们家里怎么有这么个好的手表 对不对 那时候你怎么办 很多就开始打妄语了 老婆我做马票啊 老婆那个 我多年的好朋友送我啊 因为呢 你如果告诉你老婆 你会被她打死的 对不对 为什么 所以听说新加坡的男人 都很怕老婆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为什么你怕 因为你想要拥有 可是当你得不到的时候 你就一直在想她 一直想她 想那个手表 这个叫做执着 了解吗 一个手表就够了 要这么多手表做什么 所以那时候我教你一个方法 坐下来 看自己的念头 看手表 真的 我不是开玩笑的 你就看你的念头 我为什么要这个手表 其实你看念头 看了三天以后 你就发觉 其实我不买那个手表 我也能活的 所以人要学得知足 知足才会快乐 假如你不知足的话 你当皇帝还是会很痛苦的 好 请看下面一张幻灯片 看台北101 今天奖金结束 台北101也是我们的landmark 对不对 在过年之前呢 他们都有很多很多的灯 很漂亮吧 现在你看 所以今天国庆日 让你看台湾101 不然你觉得奇怪 我今天国庆日 根本没有玩到 还跑到师傅来这边听经 有 会让你看到烟火的 对不对 很漂亮吗 一刹那之间 花多少的钱啊 其实我觉得 人类是应该庆祝 其实应该省一点 把这些钱去 可以做很多教育 文化跟慈善事业的 没有 这是我的建议而已 我并不是批评 人类还是有喜气 可是我觉得全世界 每一年跨年晚会 花掉太多的钱了 对不对 你会讲咻 蹦的一声 你看 那我请问你 这张拍的 是我从网路download 2005年的跨年晚会 请问 你觉得右边的烟火 跟左边的建屋 哪一个是真的 来 考一考 你觉得 左边的建筑是真的 请举手 好 手放下 你觉得师傅 那个烟火很漂亮 101的烟火是真的 请举手 还好没有人举手 我讲了一个晚上 烟火是假的 你觉得两个 都是真的 请举手 假如没有的话 那我问你 这个图片从哪来啊 我再问一遍 第三个答案 你觉得两个 都是真的 请举手 没有 那为什么会有 这张图片呢 它是相机拍下来的 刹那变永恒的美丽啊 好 你觉得建筑跟这个烟火 两个都是假的 是暂时的请举手 各位通过考试了 好 你升起了 般若波罗蜜的智慧 好 101 对不对 从下往上的时候 代表华严经 十地菩萨的修行 事实上老师告诉你 我们是看不到佛菩萨的 我们不是在第一层 第一层到第五层 是地狱恶鬼畜生 其实我们大概在第十层 那你上101有什么方法 一个是爬楼梯 第二个是坐电梯 听说到台湾 坐到最上面是很漂亮 其实我也没去过 太贵了 好 那上去的时候啊 你要坐电梯 就上去 上去你可以看到 全台北市的夜景 哇 好美啊 好罗曼提克 今天花了很多钱 对不对 很开心啊 钱花完了 其实快乐什么也没有了 对不对 从下面拍照 所以佛菩萨就想这样住在101层楼 他的大悲愿心 到架此行到每一层楼 所以我们才一开 才一开看到佛菩萨 再看下一张 最顶端的灯塔 非常非常的庄严 对不对 也花了很多电 可是呢 为什么我们觉得很漂亮 很庄严呢 对不对 因为他很美嘛 可是美的东西 不一定是真的 再看下一张 很漂亮嘛 对不对 所以 全世界每一个都都有跨年晚会 所以我要告诉你一句话 美的东西 不一定是真的 真的东西 也不一定会永远是美的 这样你的想法 才有佛教的智慧 你就不会升起执着 接下来 烟火完了以后呢 你看晚上就变这样了 人又回到原来的生活 晚上呢 对不对 没有烟火 烟火结束的时候 跨年晚会完 疯狂完的时候 也都是这样啊 对不对 请问什么东西 是真正的美的呢 好 请看总结 九十六页 第四段总结 请看第十二行 请看九十六页 第十二行 我快要结束了 第一个 学习 learning 学习佛法的内涵 我们作为佛弟子 上了佛学班 来听经文法 当然我学到很多 我从来没听过的 道次第 八正道 对不对 四圣地 十二因缘 六度波罗蜜 三种慈悲 空性 还有禅修 当然你会非常非常的欢喜 你每天都觉得你 学到很多很多 从来没有听过的 很好 这是有智慧的 所以学习佛法 要有长远心 但是注意听 假如你停在第一段阶段 learning的话 还不够 还要第二个阶段 reviewing 不断地自我反省与检查 当你学佛以后 你要用你所学的 正知正见的佛法 来回过头来 检查你从出生到现在 你很多的想法 看法 行为 是不是如理也如法 把如理如法 这几个字画起来 当然如理如法 有不同的标准 有时候你从南传的经论 五戒 它也有它的标准 从北传 有北传的解释 金刚称 有金刚称的解释 所以你要 亲近不同的老师 所以 假如你没有常常用佛法 reviewing your 就是说 重新检查你自己的话 你会变成的吗 错的还是样照样错 学的还是这样照样学 你并没有真正改过来 那不叫做真正的修行 举一个很简单的一题 你先想想看 你学佛了这么多年 不管多少年 去年的你 跟现在的你 你有没有进步啊 虽然我讲说不要比 可是注意听 在我们还没有成佛之前 可以自己跟自己比 去年的你 跟现在的年比一比 你才知道自己有没有进步 这个月比上个月 有没有脾气更好一点 这个礼拜比上个礼拜 有没有更慈悲一点 今天有没有比昨天 心更宁静一点 尤其这次的讲座 八天很长啊 我每天都交不同的常观 对不对 大家听到非常的欢喜 每天呢 听不同的方法 所以各位是很有福报 有善根的 听好 你要完整的听到这 眼耳鼻舌生意 对色身相畏触法的常观 是要有很大很大的福报的 那你想想看 我有没有用这些方法 来检查我的行为 想法跟看法呢 这个才叫真正的修行 这两个都很重要 请看幻灯片 不但在台湾如此 我也发觉在新加坡 很多人都停在第一个阶段 为什么 哎呀 他也很想学 很忙啊 上很多课啊 参加很多活动啊 很忙碌啊 很认真的学 很好 可是你忽略了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你学了那么多 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念头 这个很重要 注意听 我没有否定你所学的 就像我来新加坡演讲 对不对 我也把我的商业精神安顿好 我也有我的干部 我有的学生 他们也固定上课 讨论 还有共修 也有一种怜悠是什么 师父前脚跑 后脚他就不见了 等到我回国那一天 前一天他又出现了 其实我都知道啊 不用假假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心 还在轮回当中 到处跑 所以当你上很多课 参加很多活动 对不对 你更应该清楚 你的念头在做什么 你要常常看到自己 内在的念头 第二个 更糟糕的是呢 他不用所学的正法 来检查自己 反而是谁 检查别人 这个麻烦 听了空性啊 对不对 下次师父啊 大师父啊 要教训你啊 师父啊 你要空性啊 这样不可以 这样没有恭敬心 而且你会断掉 你自己的善根 师父或老师磨练你 一定他有他的苦心 所以空性是要对自己 而不是要求别人 知道吗 所以看念头 是要看自己的念头 而不是看别人的念头 假如你所学的佛法 没有检查自己 所谓的身口意的话 那你总是会在外面分别 分别什么呢 这个道场好啊 那个道场很差 这个道场很庄严啊 那个道场不庄严 这个道场很多信徒 那个道场没有很多信徒 你认为你修得很好啊 全新加坡的道场 你都跑光了 其实我告诉你 告诉你的真实话 你不会出轮回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学错了 你的心永远在分别 外境的好坏美丑 请看观灯片 你永远分别在 外境的好坏美丑 学归学 错归错 学了很多 固执习气还是那么深 所以你没有看到你的念头 所以我说 从这样的人呢 表面上他做了很多 可是他看不到 佛法修持所转变的功德力 什么叫功德力呢 举一个例子 我在新加坡苦口婆心 每一次都要劝你念 很多很多经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呢 有些人有看到师父来很高兴 可是一看到师父 糟糕了 又有经的功课啦 对呀 生命很短 你应该经济 有时候我也公开呢 你要鼓励啊 应该念钥匙经 念三千遍或五千遍啊 念普贤行愿评 念三千遍或五千遍啊 你真的要修大悲神咒 就念十万遍啊 你要念六字大名咒 给我念一百万遍 一千万遍啊 这是鼓励你 为什么 数字鼓励你是不要懈怠 因为呢 人啊 一天就一天过了 你看 我来海英股市 讲经八天就这样过了 我觉得像一场梦啊 我还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啊 你看一下那之间八天就过了 时间过得很快 所以有时候我公开用数字鼓励你 是要对峙你的懈怠心 跟懒惰的心 看 在比的一间 可是有些人有很用功 也不要变成另外一端 怎么 很用功变成很炫耀 跟很骄傲 所以假如你能很用功的 每天有定课 有很精进的学习佛法 接下来我就告诉你 你学佛的quality 比你的quantity还要重要 就是说你念了那么多 那就要问你 你有没有生起清净心 平等心 大悲心 对不对 数字不是不重要 但数字只是一个阶段而已 所以你也不要执着在两边 一边会让你懒惰 懈怠跟放逸 另外一边会让你狂妄 娇慢 嫉妒跟我直 两边都不好 所以 我自己也每天念经啊 我每天也发愿 但是你要想 你念经念佛念咒 它一定有转变念头的 羞耻的力量 所以请看幻灯片 它经过这些过程 一定会起起伏伏 但是你要很确定 很清楚 这条修行的道路 会发生什么状况 所以 这一次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医护用了八天 跟各位讲 对对 菩提之良的第五之良 精进不退 第六之良 悲至结合的三摩地 而且花了很多的时间 跟你讲念头 转念头是很重要的 所以 讲座 经文 解释就到这里 所以 最后请看幻灯片 菩提道上 要常常鼓励自己 永远 不要放弃 永远 不要放弃 就是菩提心 对自己 也不要放弃 对自己的家人 朋友 也要有耐性 永远 不要放弃 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们有佛性 所以我们应该 精进的修持 可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们无量节造了 很多恶业 所以我们也要 昼业的忏悔 所以希望大家 永远不要放弃 最后一张 送你一张照片 人生的美景 也像梦境一般 Welcome to Taipei 台北很漂亮的101 师父请问 如果挣了佛果 就是涅槃 那佛果本身 是不是永恒不变呢 你的问题有没有 回答永恒不变 答案呢 就像镜子一样 当成佛的事之后 是指把镜子上面的灰尘 全部擦干净 对不对 没有任何的烦恼 断尽一切的烦恼 积去一切的功德 所以你的心 就像镜子一样 可以显现 所以有很多人说 师父那我成佛 正了佛果以后 怎么办呢 其实是这样 永远以清净心 永远以大悲心 继续利益众生 所以成了佛 不是什么就没做 成了佛也不是 像你想象的 像海印古斯 这样的雕像 就坐在那里 被人家拜啊 不是这个意思 成了佛的意思是指 把镜子上面 所有的烦恼都擦干净 然后他的悲心 智慧 愿力自然就会升起 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 可是在饭网会上 他还是说 他来了地球八千次啊 释迦牟尼佛 有没有千百亿化身 还是有的 所以你说 佛的本身 是不是永恒不变呢 讲他的本体的话 你可以说是 不生不灭不变的 师父 请问 妙法莲华经 二十八品 请问要用多少时间来修持 那看你咯 二十八品 全部要念完的话 大概要七个小时 到八个小时吧 那假如你是在家居 是很忙的话呢 那你不用那么念那么多 你可以一天念一品 或两品啊 假如你可以念很多 念一卷也可以 一卷大概要一个小时 我觉得呢 最重要是你念的效果 所以你不要急 你最少念一品或两品 会比较好 让你每天修持不会中乱 快要结束的时候 这么多问题啊 好 师父 有一位居士 像很多人收了钱 希望买花供佛 可是那位居士却没有买花 买寿包供佛 这样好吗 我觉得不太好 你虽然有供佛的心 但是你当跟别人讲 你要做什么功德的时候 是花 那你尽量应该买花 因为因果才会相符合 假如你这位居士 没有办法买花 想要买寿包的话 最好应该要真的别人同意 这是因果才会比较方便 举一个例子 今天我要点灯做功德 我今天出了钱 就是希望点灯 对不对 但是我发现新加坡有些道场 可能 for security reason 为安全理由 他比较不喜欢点灯 因为新加坡会规定 要点灯的话 什么救火器 对不对 消防人员都在旁边 所以新加坡的很多道场 都不喜欢火供 的确 因为火有时候会产生危险 可是假如我今天本来是要点灯的功德 突然姻缘不成熟 没办法点灯 那人家就问你 那我今天供花供水果好吗 只要你心中生起欢喜心 一样你还是有供佛的功德 所以这位莲友问的问题 假如你跟别人说 做什么功德的时候 你要照那个功德去做 比如说有些莲友 你来供养我 或是你说这是供养我们金色 或是说师父 我希望做医药基金 或是师父 我希望流通正法 我都会在后面写著名的 因为因果弄错的话 我自己也会背因果的 那假如你的因缘变的话 你应该经得当事人同意 他说欢喜啦 OK啦 Whatever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 那就没有关系 所以在寺庙里面的东西 所以在寺庙里面东西也要如理如法 不可以因果患 患的话呢 必须要征得呢 本身啊 他供养人的同意 希望 好 现在吗 剩下的问题吗 我 单独再回答给你们吧 因为太多问题了 答不完了 今天也时间到了 剩下你就等星红师打电话给你 Hello 阿弥陀佛打电话来了 好 就这样子 最后我想讲几句感谢的话 好不好 先看一下 换灯片 在海英古寺啊 在每一次法会的时候 我也都很感动 第一个 我很感谢三宝 我没有生病 也没有任何的障碍 所以我是以欢喜心 来为大家说佛法 第二 每天呢 在中午的时候 早上我就看到很多的义工啊 开始要切菜 洗菜 煮菜 所以大会呢 的的确确也很用心的 为大家准备晚餐 那也很多人跟我讲 师父啊 好远好远啊 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各位 是很难得的 为什么 新加坡很小吧 的确是有一段路 可是总比你去印度定吧 过去印度 西藏 中国的祖师 还没有叫你像玄庄大师一样 从这里走到马来西亚的槟城 用走的啊 所以我觉得呢 大家也是很有善根 在百忙当中 也能够来听闻佛法 是很有善根的 不管你是全程的参加 或是只是参加几天 起码你有这个用心 来学习佛法 而我也要真诚地感谢 海映古斯的助持 就是尊敬的传医法师 跟所有副法干部 他们准备晚餐 也聘请露营的人员全程露营 也怕到各位回家的时候很晚 所以也准备了这个交通工具 所以这样的功德是很大很大的 为什么呢 在西藏里面说 密勒日巴曾经讲过 假如有一个人闭关 闭关休息 一个人护持他饮食 衣服啊 或帮他洗衣服 闭关人的功德啊 跟护关的人功德是一样大的 以此类推 假如我在新加坡 讲这个菩提资良论 对诸佛的正法 假如有很多很多的功德的话 其实寺庙的常住 还有所有护法的居士啊 你的功德也是跟我一样大的 所以掌声谢谢他们吧 的确他们很辛苦 你知道吗 很多护法居士 是真的每天师父看在眼里 一下完班就匆匆忙忙了 流着汗啊 来师父我要做义工啊 对 我要做的事情还没有 等你走了呢 匆匆忙忙回去的时候 他们还要打扫啊 还要排椅子啊 对不对 常常呢 他是最早的来啊 最晚的回去 所以我觉得这一念啊 完全无所求护持的心啊 是值得我们赞叹的 接下来 我也是要感谢在座各位 因为如果你没有来的话呢 那全中国大殿里面 只有我一个人的话 那我讲给谁听啊 所以也要掌声 谢谢在座的每一位 好 再看幻灯片 所有一切我们应该发愿护持正法 同时你说最大的供养是什么 如说修行供养 所以我常常还是老话重提 新加坡的莲友很有善根 也很发心 也很护持 从做佛学班 义工到礼拜六 礼拜天送老人的便当 所以做教育文化慈善事业 所以在这个国家 你可以看到有南传 北传藏传的善知识 都来这里弘法 但是啊各位啊 品质上要再加油 再加油 再加油一点 精进 精进 再精进 为什么呢 因为唯有你真正的精进啊 你要能够证悟的话呢 假如新加坡可以出一个出地欢喜地菩萨的话 那你会震动全世界啊 而且假如新加坡呢 能够出一个肉身菩萨的话 那你会震动全世界人都来新加坡采访的啊 所以杜众生有时候不要急 杜众生一样 要像101一样 来再回来看101 看这张幻灵片 假如你只是爬十层楼的烟火 咻咻的一生 你的利益范围就只有十层 所以讲到佛法 最后究竟处啊 还是要靠自己精进成佛 成佛要靠自己的 佛菩萨只能教你 帮你 但是他没办法帮你成佛 假如你觉得众生很苦 轮回很苦 你要度的众生很难度 那唯有什么 你继续精进 往上爬 二十层三十层 你看你到了五十层的时候 你的烟火 咻咻咻蹦起来 就这么这么大 假如你爬到101层啊 你放的烟火 全台北市的都看得到啊 修持精进 就像这个辟语一样 了解吗 所以假如你不用功的话 那我以后就可能不来了 为什么呢 你都假假的嘛 师父苦口婆心劝你啊 你也不念朴行行愿品啊 对不对 你也不用功啊 那我觉得很可惜 生命很宝贵啊 对不对 我不是很了不起的人 不过呢 我是很真心来的 对不对 我每次来新加坡都很辛苦 你看讲这么多青春痘啊 有人还跟我开玩笑 师父因为你还青春嘛 我说我老了 你还在发育吧 我已经很老了 对不对 所以只有你精进修持 才能感恩三宝 只有你精进修持 才是最大的功德 最后 各位大家也知道 禅修很重要 所以我最近听到一个好消息 就是海英古斯的住持呢 发广大的怨心 在靠近新加坡东边机场的地方 有一个叫青莲寺 它想发心重建 能够呢 作为一个禅修的地方 也有很好的闭关的地方 或短期用工的地方 也有很好的图书馆 那我觉得这是很赞叹的 为什么呢 新加坡有很多很多的道场 南传北传脏传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的道场 都在办活动多 所以对外都很多 我们从金刚圈里面 可以得到一个建议跟启示 你看今天拉玛们他们也来 他们很赞叹新加坡佛教 很舒适 尤其大乘佛法很好 可是藏传佛教 更值得我们学习什么 建闭关中心 所以我觉得道场 要有可敬也可动 有些道场 建在很好的地方 就像大卑中心 在很好的地铁旁边 在很好的地方是对外活 弘法活动很好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佛教要出好的人才 你也要提供好的人才 去短期 精进的持戒 用功或闭关 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也非常的高兴 我会发愿求观世音菩萨 求诸佛菩萨 我也希望各位正信佛教的弟子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你没有钱没有利 没关系 每天念经 希望发愿这个清联寺 将来重建功臣 也会吉祥圆满 好吗 好 所以希望我们真正的发愿 也回一下 有钱你就出钱 有利就出利 没有钱没有利 心中也念念回向 希望大师父 或所有善知识 一些的佛形事业 都能有利益 无量无边的众生 我常常有时候说笑话 不是说笑话 事实上我也老了 一年一年老 对不对 你也比我更老 对不对 假如我还再活四十年 就八十四岁 我能活到八十岁 我都不知道 那要发愿 可是假如有一天 我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呢 请问谁 来继续做菩提资良论奖金呢 对不对 各位老菩萨 你很用功 有一天你离开了这个世界呢 你的孩子若没有学佛 对不对 那你不会觉得有一点点美中不足吧 所以我觉得佛弟子也应该发愿 发愿 正法能够注释 希望所有一些南传北传 藏传的上知识 都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就算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这个世间 当我们从进佛国土再回来看的时候 地球上的新加坡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佛弟子 在弘扬佛法利益众生 那不就是功德无量吗 对不对 好 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因为最后一天 我们耽误五分钟 我们唱一下《乐藏经吉祥发愿文》 好 不好意思 耽误五分钟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 请看幻灯片 希望我们也学释迦牟尼佛一样 生生世世 永远不退心 我悉心苦心 众生孤独 舍己自身乐 临发旧自然 我悉心苦心 兵肝骨 以为兵众生灵法救世啊 我兴为菩提 以色彩及妻子 宝香马车身 灵法救世啊 我兴公主佛 愿见其身闻 父母 主是掌定法救世啊 恩为闻菩提 孤雅那生子 悲哨忠忠哭 殒忽旦 自然 为何修杰律 常清醒 是法 庞佛 为真领法旧之然 我惜 常忍辱 忍住的众生 为众出烦恼 临法旧之然 我惜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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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惜微薄人 住在你仙里 言说无量论 听他旧知安 我惜长点蜜 神却柔 爱神 神之皆为真正发言 恩我命和众生 因此而成熟 安知 与三尘正长正发誓 我惜之旁边 住在你仙里 见安知 与正规发与灵不觉 我惜世神 住众生 灭额 烦恼或灵死终救主 我惜出外道 主和邪见王 安知 与正路 世中的光阳 好 感谢所有的一切 父母 师长们身心 慧命安悦 十方六道 有情众生 善缘真上 在法师今晚上 邓座说法的同时 庆祝国庆的烟花 也在我国南部的天空绽放 唐光一线的烟火 和法师的法音 还有达伙 名寇的梵中生 随着诸行无常 将归入寂静的定律里 法界友情在迈向成佛之道路 向上与向上的精进心 能恒常驻留八世田中 更别忘了这所 与大家陪着菩提法缘 也需要我们互持的股市 除了我们 还有好多未来同进的同学 得靠股市的导引得度 感谢我们股市的大师傅 幕后对所有同学 护法 指纲的同学 默默的关注 对堪忍热火 耐劳的厨房工作人员 事务部的统筹 福原部全体策划的执事同学 各就各位全体海印的子弟学员 还有同您此字讲义的道敦师傅 大家的努力也同时获得三宝慈光上加币 而讲座上主讲法师 您对众生的关切更辛苦 您身上的法光也更法喜 向天空上灿烂的烟花 万众同养 感恩法师 所有众生都得依赖三宝的功德加笔 请全体起立 请全体起立 对面站 请合掌 恭送法师到韦陀殿消息 您无目本事 是家 欧灵风 那么本是释迦不离风 那么本是释迦 红灵风 那么本是释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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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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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